你再不回来 真要把你给忘了 小狗这两个月 也长很大了 说不定 也不认识你了 你要是一个人回家 小心被咬 啊 知道了 洛文想到回家之后 心中又泛起了一层温暖 那么 给孩子的礼物买好了吗 洛文倩一道 还没有呢 我周末去看看 对了 北京买东西去哪好啊 王府警 我又没去过北京 我怎么知道啊 你在北京都待了两个月了 就没有出去过吗 刚来北京时 大家一起去过长城 后来 我就一直待在宾馆里 也没有出去买过东西啊 妻子很了解洛文这个人 像购物这些事 永远指望不了他 只好说 那你就去王府警吧 那给孩子买点什么呢 妻子无奈道 你临走前 不是说给孩子和小狗买零食吗 除了零食之外 你再看看 挑几件玩具 那 你要不要礼物啊 妻子知道 洛文在这个方面就是个白痴 这还需要问吗 当然 他不会赌气说不要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说不要 洛文就会当真认为他不需要 真的不会买了 他果断道 要 给我买一条项链 啊 好的 那我去看看 那个周末 洛文独自去了趟王府井 圆模圆样的 按照妻子吩咐 给孩子和狗买了零食 又挑了几个娃娃 最后又买了一条项链 也是蓝宝石的白晶项链 和经过的那个姑娘脖子上戴得很像 可是 到了下个星期三的晚上 他打不通家里的电话 妻子的手机也显示关机 他以为 妻子带着女儿去外面玩了 手机没电 他并没有在意 直到第二天飞机回到宁室后 他依旧是拨不通家里电话 妻子手机还是关机 这时候 他才略微感觉有些不对劲 打开家门之后 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连家里的那条狗都不见了 那一刹那 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 出事了 洛文唏嘘一声 思绪拉回到了当前 他鸣鸣嘴 提起精神 继续往河边公园处走去 远远望过去 严良正站在当晚徐天丁所在的 那个扭摇器上晃动了身体 他不禁心中又泛起了那个疑虑 严良到底是为什么会怀疑到他的 自从他感觉出严良开始怀疑他后 他不断地问自己 同时也把犯罪后的细节处理想过很多遍 始终不觉得哪里有漏洞 也许是严良的一种感觉 可是他并不是依靠感觉伴的人啊 即便是感觉 那也是某些细节才让他产生这种感觉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不知道 但好在他知道 严良顶多只是感觉 没有真凭实据 否则也不会仅仅是反复试探了 这里还不错吧 洛文走上前 打成招呼 啊 是还不错 严良停下身 伸了个懒腰 看着周围一些推着婴儿车 或者是带着孩子散步玩耍的父母 承熙啊 很适合居住 不过 如果长期一个人住 即便环境再好 也未免有些无聊啊 你该不会 又打算给我介绍女同志吧 我还不至于这么多事 不过 只要你愿意 我随时可以笑了啊 Efendi 别 liberty 跟 が